最近网路上流行一款变脸的App 这个FaceApp可以把人变成另一个性别的帅哥美女 吸引不少网友尝试 虽然很多网友玩变脸App都玩得很开心 但却衍生出自动续定产生费用和泄露个资疑率 建议各位下载前要三思 这款FaceApp在App Store Google Play都是免费下载 而FaceApp是透过云端来修图 也会把照片上传到伺服器 根据FaceAppi脸部编辑器官方介绍资料显示 订阅项目会自动续约 每月或每年会按照订阅计划及选定的费率扣款 订阅月费为4.99美元约RM21 订阅年费为29.99美元约RM128 终身授权费为89.99美元约RM385 FaceApp是由一家有自安一律的俄罗斯公司制造 该公司曾被美国议员指控在App安装后台 却取手机中的个资 在用户允许App使用自己相片的同时 也把个资双手奉上给俄罗斯 如何确保没有订阅或退订FaceApp 打开App Store后 点击右上方的人头图像 进入订阅项目 确认订阅中有无这款FaceApp 有的话点入就能执行取消订阅动作 打开Google Play后 打开左上角三条线选单 并点击订阅选项 于下一个选单中即可查看你目前已订阅的服务 如果是空的或没有看到FaceApp 就代表没订阅 即使只是一张照片 有心人士也可以拿来做很多坏事 在这个格子就是金钱的时代 请各位认真保护自己的资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 收到费的缓资产 相机批的资产 最好活的合适 现在的支持者 只有资产 在离资产 而未必等 再来 这么多无奈 最好 还是 益